大家好,我是耿年,今天是中国的时间,2024年的3月16号,今天是周六 然后反正在这几天我都是一直在准备这个自行车什么的,但是 一直都没有找到就是合适的 所以这个环游世界的一个计划一直推迟,包括我之前我是想着把自行车什么准备好之后呢,然后在网络平台上,然后再聊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女孩 然后当骑着自行车到达他们的国家的话,可以跟他们见个面或者说什么样的 就是说咱们的梦想呢,就是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也是骑着自行车进行 然后愿望呢,就是和国外女孩子结婚,然后这两个东西呢,其实不冲突的啊 但是很多国家,像我们这些普通的护照持有者的话 办理这个签证的话,一般只能办理30天的这种旅游签证 很多国家就是续签,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续签的 有很多国家你去他的移民区续签的话 他会问你就是要各种这种理由,或者说他直接就不给你续啊,会有的这种情况的 所以说,毕竟他不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跟上国家是不同的,对吧?我们不是他们本国的居民 也不是他们本国国籍的,所以说 你在人家的地盘上,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俗话说的好,强龙压不过地头十 所以说,很多事情并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这种怎么样的啊 然后我一直在为我这个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啊,就是做准备 然后包括我也会一直关注这个自行车方面的,每天我基本上都会看这个自行车,包括这个装备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包括我还想到就是要多买几部手机啊,就是苹果手机作为拍摄使用 然后今天的话,我好像一天我都没看那个自行车跟那个手机的那个消息了,我想着明天再看吧 今天的话就是在听小说,然后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我就听小说的这个习惯很早就养成了 大概在我,大概在我就是二零一八年还是二零一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听小说的习惯了 我之前在许商上班做学徒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小说嘛 我听小说习惯已经养成很多年了 然后我之前的话也有这种玩游戏的这种习惯 后面,然后我已经很长时间就没有玩游戏了 就偶尔可能会登陆一下游戏 我不玩游戏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就是放弃这个呢 就是颓废下去的一个这个因素啊 就是你玩游戏之后,你可能很多事情你就不想去做了 所以说我也是发现了那个什么,听小说说实话也能让咱们大家就是呃,沉默下来 然后就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会不会发现你放弃了这种动力啊 就包括说实话,我们其实在我去年就是离职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真的有动力,就是说立马就买个自行车,立马出发 离职完直接就买自行车,破例直接就出发 结果当时大家也知道,我这个运气真的是很异贴 然后手割伤了,然后那个手割伤有点严重 我当时我也没看 他没有的,我回到家养了差不多三个多月 这个手现在还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他还是会肿胀 但是他比之前就是说完全动不了,或者说根本就伸不直 好一点,但是他还是有障碍 这个东西我估计都是永久性的 因为这个割伤的伤口我觉得有点太严重了 按理说就是当时应该缝合了,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着随便吧,爱找地找地 就是说受伤了我也不看,死了就死了 然后我当时我就是这种想法 然后我对这个世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就顺其自然 不管得病了或者什么的,能顶得住就等了住 顶不住就垃圾巴倒,就隔壁掉无所谓 包括当时的破山峰真我也没有打 垃圾巴倒吧 得破山峰就破山峰,隔壁掉,隔壁掉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让我可留恋的 包括我为什么想去环游世界 就是我想趁我余生的时间 就是第一咱也就是攒点钱了 然后想通过环游世界 然后去世界各个国家 然后看一看走一走 然后多多多多看看 另外就是通过这个 做这个互联网 然后把咱们自己看到的东西 或者是内容 就分享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朋友的这种手中 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 然后看到我的每天 我的生活 包括我在为我的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 然后正在努力前行 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我的 并且帮助我的 如果说得到大家帮助 是不是 大家就多多观看我的视频 然后现在因为有这个互联网 只要有观看 基本上有流量 然后这个视频平台 包括的互联网 你都能赚到钱 然后这些钱呢 可以能够减少我就是 环游世界完成梦想的这个开支 咱不说多 是不是最起码能够减少一下 咱们吃老板的这种 啥意思就是说 他们自己是要攒点钱 但不能说坐吃山空 如果说你坐吃山空 那是不行的 就像鱼公移山 你光就是坐吃山空 然后不去做一些东西 是不是 那是肯定不行的 为什么有钱人还要赚钱 因为他知道他这个钱 要生钱 才能叫他钱越来越多 他如果说把这个钱放着 或者说一直吃这个钱 可能就坐吃山空了 当然有些人可能 因为父辈或者什么的 赚到很多的钱 他有这个能力 关键是咱们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说坐吃山空 所以说咱要就是靠自己的这种 呃 能力吧 就是说 也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看到的事情啊 大家也觉得开心了 也觉得那个啥的 大家 逐不出户就能看到世界这个国家 通过我的进度 对吧 看到完每天我还 我还会写这个 文章啊 大家看了肯定有 有的可能 也会是不是支持一下人们 就是多多点赞 多多转发多多评论是吧 这个流量上去了 然后 他的平台了或者国内的平台 国外平台都能赚到点钱 然后这些钱都可以用于咱们环球之旅的 啊就是这种也算一种资助吧 然后完了就是去其他的国家的话 还可以去其他国家看看当地就是一些什么农产品批发市场 然后去他们 如果说这个签证能办时间长呢 就会考虑去一些这个国家的商业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当地农产品的批发了或者什么的 可能会找他们的老板就是联系一下 然后要下联系方式啊 就是在未来啊 就是咱们环球旅行结束之后 还可以搞一下什么 就是帮大家就是采购一下东西 然后发往国内 或者说啊 在中国 然后做国外这种外贸生意 我当时我 我其实我想法挺多的 然后想法也比较奇特啊 就说啊 首先啊 咱去各个国家看一看 另外就是看看当地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这种 啊比较有优势的这种产品 比如说农产品也好啊 或者说一些啊 服装了或者什么的都可以嘛 对吧 到时候万一说咱们国内的朋友喜欢了 或者说有国外的朋友是不是喜欢那个东西了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啊 咱们这个中国人 然后把中国的一些产品带到世界上很多国家 我觉得也能够赚钱 然后其次呢 也就是能够把咱们的货物就是流向到世界各个国家去 我觉得挺好的 包括咱们国内的朋友想要一些国外的东西的话 咱们也是不是力所能及的也能搞一下 是不是也能赚点钱 我觉得也是双赢的局面 对吧 其实我想法挺多的 但是我就是怕一点 就是说 因为第一 他是骑着自行车 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 骑着自行车就是为了省钱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 骑着自行车就是他方便啊 就是说 想停到哪里停到哪里 就没有什么限制 你像去摩托了或者开车了是不是 他还容易被交警察 有些停的不好还违规停车要扣钱 对吧 你骑着自行车就好多了 这方就是第一方面 第二就是省钱啊 第三就是骑着自行车怎么说呢 他也不快也不慢 然后他他就是骑着自行车也能够就是 慢慢的就是看看那个周边的这种风景了 或者什么的 然后把我过去一些就是 道路不太好的地方 我觉得也可以啊 总比我觉得那个摩托车我觉得要强一点 毕竟那个摩托车有些狭窄的地方 怎么太过不去 而这个自行车就不一样 这自行车你可以把它拆掉 然后搬过去都没问题 摩托车你怎么搬 你搬都搬不了 所以说就是各方面 我觉得还是自行车蛮合适 另一方面就是自行车非常考验我们的体力 包括我们的身体状况 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体能不能支撑 环游世界啊 这个等我出发了我才知道 可能尽量就是少骑慢骑 就是累了就多休息 多那个啥 就不要着急 在国外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然后就 多走点 然后尽快走出这个国家 然后在国外的话能尽量的办长期的前程 就是说能够办三个月的 人就办三个月的旅游前程 办不了就办一个月的 一个月完了呢 如果说咱们去移民局问一下可能续签 不能续签 咱们就续上一个月 就是说咱们尽量就在这个国家 就多待一点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你又充分的时间 你就可以慢慢的起 慢慢的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了什么 对吧 你有时间去拍摄了 或者说找一些是当地你想想要的了解一些什么产品的 什么东西 到时候你也可以见到一个商业的这种 是不是 这种商业圈 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我这个人 我 就是也想通过就是环游世界 去世界很多国家看看 然后通过自媒体 通过咱们的互联网 然后赚点钱 不至于坐视上空 第二方面就是在看一个国家的同时 就是也了解一下什么各个国家 这种商贸情况这个国家的就是一些商业信息 或者说当地的一些什么有优势的产品或者什么东西 到时候可能在咱们环游世界结束之后 或者说无法环游世界的时候 最起码咱们是心里有个底 这个国家能够做什么做什么 未来就是说如果说环游世界成功了 咱们也是通过互联网赚点钱了 后续的话如果说在当地可能会找一个女孩子结婚 然后在当地就是做一个什么小生意 慢慢做就行了 也不求什么大傻大富大贵 就一般般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平平凡凡的度过医生就OK了 但是我这些想法我觉得不太现实 所以说能做多少这个不知道 但是尽量的就按照咱们的想法 咱们的计划去做 到时候如果实在不行了 咱们再改变就OK了 好吧兄弟们 然后这两天的话 我反正我就是一直在找这个装备的什么东西 就是看到合适的就价格合适的 主要还是价格合适的 然后就拿下价格不合适 这个车再那个啥我也不稀罕 我也不想要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我觉得我也挺倒霉的 回到中国之后上个班 他们用的在网上买那个饺子 吃吃吃后面浑身疼 浑身不得劲 就跟得癌症一样 后面又吃面条 吃这个蔬菜 然后吃这个鸡蛋 我觉得也挺那个 就是这种吃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也挺合理的 我觉得营养应该摄入是足够的 不知道为啥还是 就是腿疼 然后身体有些地方还是不舒服 我我严重怀疑这个是不是说 这个饺子里面就是有那个 网络上说的那个什么亚硝酸盐 就是致癌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我吃了几个月的饺子 他妈吃出癌症了 我这个我 没也没有检查也没有什么 反正很有时候就会这个腿就不舒服 就腿疼 然后膝盖疼 然后什么呢 浑身有时候还没劲 我估计有点像癌症啊 但是无所谓的 反正也就这样 这个世界就这样 反正说你吃也是不吃 就是死的更快一点 就是你吃了 可能说慢慢的死掉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科技有很火 包括一些啊 怎么说对我们人体有害的 但是这些东西没人管 是不是 你就咱们在网络上卖的是不是 卖的牛肉是合成肉 或者什么肉啊 我也搞不清楚啊 反正很多的网友就是 那个评论都是假的 都是刷的好评 然后一些正式的评论 这被掩盖掉了 你去认真的翻 你能翻出正式的评论 就是一些人上到受骗了啊 就知道这个怎么回事了 有人说是合成肉了 有人说这个猪肉了 还有人说不知道 这个啥肉压到一起的 就很恶心吃的有一股味 要不然多少年的肉了 就这样说 那就说明了这个肉 肉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 它是挂着牛肉 但是卖的是猪肉 就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 典型的这种啊 你想想这个肉啊 都能够造假 你更别说我们的什么饮料了 对吧 包括我们吃的一些什么零食啊 这些你就更不敢去深思 或者说你更不敢去看 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当你看到的之后 你会吓得什么都不敢吃的 但是你没有看到它制作出来 是不是 它给你搞到餐片上 或者给你包装好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啊 怎么样啊 吃的挺好吃的 但是你不知道 它里面有多少就是违规的东西啊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了 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啊 就是表面上啊 看着挺那个啥 其实它都是科技很活 创造出来的 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但是上面的人 他是吃不到这些东西 他们吃的是绿色的东西 就是上面的人吃的跟我们一起 这些人吃的完全不一样了 知道吧 两个天地知道吧 就你就不要比知道吧 所以说人比人气死人 但上面的人肯定是比不了的 那只是少部分的 就像金字塔一样 我们是金字塔最下面的人 然后金字塔有中间的人 还有金字塔极少部分的那种顶尖的人 那种人跟我们吃的 你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 有任何的心理不适感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非常常古 非常现实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食品安全 它是管不了的 也可以说是没人管 事不关己高个挂起啊 就说 没人管的 就说你就 能 能受就受 受不了 就还得受啊 反正就没有什么办法 也包括我们 所说的就是什么 12个小时工作是反人类 然后 之前不是我给大家说了吗 一个年轻人 啊 在某音频来上面啊 就一直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 什么 就说 12个小时量半岔 这种工作模式啊 我强烈反对啊 反对有个屁用啊 很多人都点赞 点赞有啥用啊 没用啊 谁看到的 没人看到 就算看到了也 没人管那个事情 就是说 随便建议 你想怎么反对反对 反对反对 没用 反对又不是我干12 要是关了我啥事啊 你反对 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那我该吃吃 我喝喝喝 该享受享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干12小时 你干12小时 你不干辣倒 你不干 你就不要生存 就这么简单 我说的是 大家觉得很那个 很不好听 但是这些都是屎话 对不对 你说你一天不干活 你能生存下去吗 生存不下去 除非你就是 前期就省吃俭用啊 有点充垮 然后才能那个啥 我这个人我也是比较节省 就是省吃俭用的 也也不怎么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吸烟 就是基本上是三好青年 我给大家毫不必要说 我没有去过按摩所 就是王爸爸都很少去 包括KTV我都没有去过 还有夜场人也没去过 包括吸烟啊 我会洗 但是我不买烟啊 就是我基本上就不抽烟 喝酒我基本上也不喝 基本上你该花钱的地方 我都给戒掉了 因为我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生长环境 跟大家不同 就是说你 他跟你身边的生长环境 是有一定的因素的 你个人 你这个人长在什么样的家庭 长在什么样的生生长环境里呢 你生长出来的这个人 也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环境啊 能够塑造我们人不同的性格 如果说你出生在优越的家庭 那你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你如果出生在不好的家庭 你就会养成这种 就是比较好的这种习惯啊 所以说 为什么说穷人的孩子的 早当家 他都是以一定的道理 这是古人流传出来的这种智慧啊 就说我非常敬佩古人啊 所以说很多东西啊 都是我们先前就是走出来的路啊 只不过说我们这些后人们 然后再重新的走他们的老路 然后一代一代又这样 那我觉得我们的前人 跟我们的这种后人 都是重复的走着 基本上差不多的这种路啊 基本上就是换汤不换药 这个时代是不是 在我们古代可能说那种是不是 啊终身制的那种制度 就是说把这个人等于说 直接就卖给种家了 那我们现在人就变成什么 变成打工 对不对 以前的长工不是就变成了我们 现在这个打工吗 那短工不是还是变成了我们 现在打工者吗 对不对 就是有钱 他确实名义上说啊 你不是属于这个人的 但是只要有钱到位啊 你你肯定愿意是不是跟他工作一辈子 他叫你干啥 所以跟古代你说有啥区别 没啥区别 你说古代那种地主啊 现在的什么嘛 现在的资本家 现在有没有地主 有地主 真有地主 有没有现在的这种包地大货 他们算不算 算地 他们会雇佣很多啊 就是农村的一些什么老人呢 七老八死的 然后去下地干活 甚至毫不避讳的 但是说就是我们在这种就是很多就是农村大家可能会看到年纪很大的这种老人还在地里面上班还干活说实话很不容易的很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没有人去管这些事情从来没有人说啊这些什么地底忙碌的这些老人辛苦了什么的谁知道啊没人知道啊所以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自己过得好也是好自己过得坏也是坏说没有人管你你就是这是其利啊不要说那个什么了跟那些人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他的生活啊你也不用想你的生活还是你的生活你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就是说我们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就是我说的一些什么真实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屏蔽掉啊 因为我们中国说实话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啊说的不好就进去了啊就很现实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有些真实的东西啊嗯就是从来你就是看不到的啊 而且这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可能发出去没多久就没了啊所以说我挺那个啥呢我一般我就不想说啊但是有些时候就会突然就聊起然后就说说啊能过神就过神过不神就拉倒反正就是聊要自己的什么感受了或者什么呢 就提一些计划对吧哦包括咱们就是说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呃最关心的一个就是啊搞到就合适的自行车装备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些搞完之后就是这些环游世界的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还需要呃购买几部二手手机就是苹果手机吧然后就是拍摄使用就是拍摄视频用了吧如果不拍摄视频我觉得一部手机的关键拍摄视频他就用的比较多 我还要买充电码这些东西啊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些人没好我会触发的但是就是触发之后 还会就是麻烦到就世界各国家的这个朋友包括有些时候需要水了可能会去你家就是搞点水然后没电的话可能去你家会充点电 然后会给你点电费啊然后五六六五六块钱大家也不要嫌少五六七五六块钱啊这个也能 呃就是充值好好好几度电了吧应该 应该能充好几度电了我那个充电宝也没多大 然后我也不会打到你们家就是我会在外面就是搭就露营 然后就是带你家就是借下电就是充下电主要是就是拍摄然后还有就是啊 就是什么呢就是导航这些都要用电啊要不然如果说这个电是无限的如果说这个太阳能就能够保证我们每天的用电话 我是不想去麻烦别人啊但是你这个东西你不麻烦别人不行啊除非你有钱呢你没啥钱你就要麻烦别人没办法啊 我希望啊我环球世界的这个路上能够多遇遇到一些好人吧或者说这种好心人啊 我也不希望遇到一些什么坏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环球之旅的路上肯定有很多困难 包括也会遇到很多坏人 我希望我都能够平安的度过吧 如果我不幸的就是被这些什么打人给怎么样呢那就是命啊知道吧我也不怕 所以说人生自古谁过死还是那句话 有句坦荡走人间啊该走走该去哪去哪 包括我之前我也告诉大家我真的我是想去绵典的 我去想绵典我不是为了什么送邀的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在乎 不在乎啥我是希望就是世界上每个国家我都想去 但是有一些国家他去不了知道吧 有些像绵典这个国家现在就是你通过就是泰国就是正正规途径啊 你说我就是通过陆路口岸进去好像不太现实 我看现在就是去绵典的唯一通道就是坐飞机过去 但是飞机票我不知道贵不贵啊如果说还行的话呢你就去一下 如果太贵的话就不考虑去了就直接啊从泰国然后去老国然后就回中国了 回中国到时候可能回家一趟或者说直接就啊 骑着直接去西藏那里然后去尼泊尔然后往非洲国家啊那个方向去了 可能在非洲国家会申请美国的这种签证 然后到时候看看申根签是怎么搞的然后搞完之后啊弄申根签在申根国 在欧洲很多申根国嘛可以自由的行走 然后到时候会去申根国完了到时候如果说有钱了或者说有机会了啊 可能会去美国这些都是后花啊 但是我的这个梦想是挺大的啊但是具体能实现到哪里我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我们的前面是未知的 前面会发生什么这个是谁都预料不了的可能你前一刻就好好的后一刻人就没了 所以说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临我希望啊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 我不希望说明天太阳就看不到了啊 至少在我就是完成我的梦想之前当然完成我梦想之后我就看不看 看到看不到我觉得都已经心满意足了啊就是有没有什么遗憾的 反正该走也走该看也看了也没啥了是不是 你这个你出生的地方你什么你都基本上都走了一遍 那你还有什么遗憾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可能唯一的一种遗憾就是啊没有就是遵从咱们中华 中华这种民族这种传承美德也就是禅宗接代传承先虎 就是无后为大了可能就这一点就是忠意 不能两全也可以说是鱼鱼不可见得啊你想要去完成 梦想你这个就是结婚的这种可能性会很小啊 你想结婚呢你这种环游世界的梦想就很小就说两个想一起完成 能不能能但是不一定能完成完成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当然你一种可能性就完成了非常困难 根本说两个可能就是啊都能够完成 所以说这都是靠运气啊也不知道到处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确定啊说等我走了我会走一步看一步 每天我基本上能给大家保持更新就保持更新 在中国的话我可能会更新多一点 在国外的话会因为啊当地的网络费用比较贵 或者说很多地方信号不好 我可能我会每天我都会坚持写稿 写完稿之后呢然后把这些稿可能存存起来 然后呃如果说到一个就是住店的地方呢 我可能我看当地如果说有免费的wifi的话就连上 然后就统一发出去 没有的话我可能就保持的更新慢一点 但是我每天我都如果能保持每天更新的话 我尽量的保持每天更新啊 包括天啊每天的这种日记就是文章嘛 我的所见所闻和经历啊 我都会通过图片 然后写这种文字形式的这种文章 分享到我的个人账号里面啊 但是呃我可能会更新的慢一点 还请大家就是见谅主要是他是户外 他不是说呃我们就是说在家里面 啥都有是不是有电有水是不是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在外面不一样的大家都懂啊 就说呃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出门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朋友可靠 只能说你如果幸运的话可能遇到一些好心人 不幸运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歹人啊 这些对你如果说对你行凶的话那你只能凭运气啊 如果说他们要你的钱的话还好说 关键有的他是要你人要你人的命还要你的钱 那你就很难逃脱了 所以说这个世界是很残酷很现实的 就是说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 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你很安全 但是下一刻可能会遇到什么意外啊 这个世界真的很那个啥 并没有我们就是说想象的那么美好 那么那个啥啊 我说我想去看看 其实我如果说我给大家说这个世界是丑陋的 没什么看的可能大家都没有 都觉得没有什么活的必要的 对吧兄弟们 我不能这样说 所以说善意的谎言 他是一个能够让你就是狗活的一种理由吧 如果我告诉你真实的 你可能真的是心里会很难受 就是度日如年啊 所以说善意的谎言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希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个谎言 你永远知道这就是事实啊 这样你可能心里会好受很多 因为我还希望我们的世界能够和平 我不希望就是世界上各国家就是发生一些战争 我也不希望就是我们人类就是继续的加速破坏地球 加速开道次 就是加速把我们的这种地球给破坏毁灭掉 我希望就是我们人类 还是认为一句话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起保护地球一起行动起来 就是研制出就是让我们人类能够逃离这个地球的这种方法 比如说去宇宙其他的这种适合我们人类移民的这种星球 在我们地球毁灭之前 然后去下一个星球 然后延续生命 然后再向一个星球建立 然后慢慢发展更强的文明 直到我们人类能够实现生命的 基本上是永恒的这种延续 就是说我们一代一代都能够延续下去 或者说我们人类能够实现永生 甚至拥有更强的这种能力 我希望我们人类是越发展越好 我不希望我们人类自向残杀 甚至就是因为破坏我们的地球母亲 而遭到地球母亲的这种反噬而毁灭掉 我是不希望人类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人类随着科技的发展 与时代的这种进步 人类拥有的武器威力是越来越大 反而呢 它现在是一把双刃剑 能够造福我们人类 也能够毁灭我们人类 我觉得文明是需要我们把握住度量的 不要用力过猛 或者说用力过大 这样不仅会伤害别人 还会伤害自己 我也不希望人类就是自相残杀下去 但是我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 你想做到和睦相处 虽然说大家都希望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是很难达成的 人活着啊 就是人与人之间 避免不了摩擦和冲突 只不过大于小 如果说因为这些冲突啊 就爆发了不可预料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真的会导致我们人类那个什么毁灭掉 因为现在这种冲突啊 跟以前的冲突不一样了 以前的冲突是不是 十块你丢我一下石头 我丢你一下石头 以前是不是你刀砍我一下石头 我拿盾顶一下 现在都是枪啊 兄弟们 大家都懂啊 就说现在枪威力很大 更别说现在核武器已经有了 我不知道现在世界各国家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核武器是越来越强大 甚至不排除有些国家还有更强大的武器 可能已经超过比核武器还更加威力恐怖的一些武器啊 他们可能没有公布出来 所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有能力 就是摧毁我们人类自己 甚至把我们人类自己就是给物理消除掉啊 至少是在我们人类消除之后啊 可能地球会不复存在 或者说啊 地球可能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啊 并且诞成下一种统治地球的生物 但是这个可能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人类的这种毁灭速度 如果一直朝着这种方向发展的话 可能比恐龙时代毁灭的要更快 也许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啊 毁灭了我们人类 而是我们人类毁灭了自己啊 或者就是说我们人类继续的这种捉死啊 破坏地球啊 现在大家已经体会到自然灾难是多么可怕的 洪水泥石流啊 各种天灾 大家也知道大自然是多么恐怖 有很多这种全球我们共同的这种人类 同胞 因为天灾失去了生命 这也让我们人类惊醒了 虽然说惊醒了 但是大家想要做到一致对外 一致就是行动起来保护地球 遏制地球的这种恶化速度啊 并且加快发展科技的这种能力 迈向更强大的文明啊 以至于让我们人类能够在地球毁灭之前 就是移居到其他的星球 继续延泪 延就是延续我们人类的这种生命 以及这种文明 然后使我们人类一步一步更强的 甚至让我们拥有主宰宇宙之外的这种能力啊 这这是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要前进的一种方向 也是一种目标 而不是说因为内斗啊 自相残杀 最后啊自己啊 兄弟啊 拔刀相向啊 最后双方都死掉了 反而呢我们这个地球呢啊 可能还没有死 还没有就是彻底毁灭掉 可能还会啊 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修复啊 然后还会出现这种新的这种生态系统啊 包括新的这种物种啊 但是可能就不是我们人类的 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看到 我想要看到的就是我们人类能够和睦相处啊 一致对外 然后为我们人类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而发展而努力啊 这是我想要说的啊 另外我也说过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它不是永恒的 包括我们人 包括我们的宇宙啊 它都是一样的 它似乎遵循在某种神秘的力量 生老病死啊 这个好像都是啊 宇宙甚至我们不知道的这种某种的这种神秘啊 甚至我们不知道的更远的远方 都是遵循在这种某种规则 你看我们地球 是不是它是有寿命的 也就是说它从诞生开始啊 它就在慢慢的消失掉它自身的能量啊 在慢慢的就是走向这种衰败 甚至毁灭了死亡的这种过程 我们人啊 亦是如此 从生到老到病到死啊 这是我们人类无可避免的事情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遵循的某种神秘的这种规则 具体是什么 背后的这种手又是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可能背后的这种强大的力量 可能会让我们就是毛骨悚然 然后我们就是 包括这个地球之外的 包括我们的这种太阳系 它也是从诞生开始就慢慢的首先毁灭 它就像一个发动机子一样的是不是 它诞生出来的时候 然后会随着这种时间的这种流逝 它会慢慢的老化 到最后啊 这个发动机就移动不动 甚至就坏掉了 它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多就是我们全世界的这种科学家 都想实现一个就是类似于涌动机这样的这种 但是这种就是想要实现几乎不可能 因为它就是没有能够制造出涌动的这种能力 也可以说涌动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因为我们宇宙乃至我们不知道的更远的远方都是遵循的某种规律 就是你从诞生开始你就注定了会走向死亡 这是无可厚非的可能拥有拥有传承 像我们人类啊死亡了是不是能够传动接代 传承那个下一代这这种是生命的延续对吧 但是我们这一代就是死掉 然后如果说能够延续生命是不是有了下一代啊 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啊 你去让这个这种东西是不是坏掉了 我们可以再重新制造一个也是不是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种传续下去 所以说想实现这种涌动机啊 基本上很难实现 因为啊它这个是绝对会磨损的 它也会损失能量的 它不可能说是永恒不变的啊 这就是我们世间 包括我们不知道很多一种默默制定的这种规则 我们是改变不了的 我们只能就是慢慢的就是通过这种更高的文明啊 更高的这种科技的这种发展 然后慢慢的去啊知道我们更多不知道的事情 让我们人类一步步更加强大啊 但是你就是想要追寻这种真理 包括这种真相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遥远的啊 我之前我也说过 我们这个宇宙啊 可能就类似于我们人体是一样的 我们人体是有这种无数的细胞 包括我们的血肉组成 对吧 血肉 血与肉 我们身体有很多这种细胞 这种细胞 每个细胞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细胞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地球 它也不是完全规则的这种原型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个太阳系是不是有像一个大的细胞 对不对 你甚至你在放到宇宙很多这种星球 它像不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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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细胞 然后按照这种某种规律就是运行的啊 它也会死亡 就像不像我们人类的这种细胞 它诞生之后 它又有死亡的时候 它也是按照某种规律 然后给我们人体这种提供这种循环往生的这种能力 让我们人类啊 在未来就是慢慢的就是老去慢慢的这种 实在没有了这种 身体就是能够支撑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死亡掉 你你觉得我们这个宇宙像不像我们人体 我觉得很像 甚至不排除就是我们 我们不知道不知道 可能有一种非常大胆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某种巨大生物之中 体内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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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啊 所以说 大家可能觉得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包括我们很多科学家说我们 人类是由原类进化而来 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 但是很多人又否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对吧 你包括就是我也给大家之前打过比方 就是说我们在古人的时候 大家可能你说这个地球是圆的 是不是是我们现在这种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大乱雅论 可能古人会把你当成傻子疯子啊 他们肯定不相信 但是你放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是不是所以别人就不会把你当成疯子 所以说啊 有些时候就是说 我们人类啊 知道了某种事情之后会否定前者啊 也就是说前者啊 可能说在当下啊 他说的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在未来可能会被推翻掉 或者说否定掉啊 他就是说他前者的言论不是百分之百对的 但是他是为了为我们人类就是创造了一个就是 后续就是研究的这种可能性 包括就是推算出真正真相的这种线索 对吧 所以说也不能说他这种前者的言论是一无是说的 他是给我们人类就是指引了方向 让我们人类朝的更接近真相 甚至真知的这种过程啊迈进 然后本期视频呢就是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吧 我希望就是世界和平 然后我们人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一致对外不要再自相残杀的 也不要就是因为这个冲突啊 在发生战争 因为战争是毁灭我们人类的 也是让我们这个文明就走向毁灭的一个这个导火鼠啊 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 我希望我们人类能够共同的那个啥 虽然说我是一个普通人物 我也不是特别聪明的 但是我知道这些事情啊 我希望大家那些聪明的人 比我聪明更更多的这种人啊 一起行动起来去那个什么 因为我的价值确实不大 我只是呼吁那些更有价值的人 那些能够就是领导那些人 就是一致啊对外就是一致就是弄一个就是统一的方案 就是那个什么啊 就是说我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啊 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了 我只是希望我们人类啊不要毁灭掉啊 因为我也同样我也是一个人类 对吧 可能我这种作用可能没有像其他人类那样大啊 也可以说我的投胎技术没有那么好 对吧 所以说投胎也是个技术活 你投一个好胎 你投一个就像英国王室那样是不是 人家天生人家下来人家就什么继承王位 你怎么的对吧 人家就算啥也不做人家也是王子 对吧 你跟人家比吗 就像伊丽莎白的儿子一样是不是 王室成员 人家一出生啊 人家身份就不一样 人家不需要这些东西是不是 你要杀他的王室一样 他是不是就是占了这个投胎的光 是不是他投了一个好胎 对不对 他就深喝显喝 所以说这个东西他没办法 就是说 头胎的东西也真的是一个技术 头一个好胎就是那个与众不同 你可能还有拥有主宰这个世界的能力 啊 所以说有些东西他就是从你一出生可能就注定了 就比如说我们人体的啊 人体的这种DNA 就是你父母啊 跟就是你父母就是结合出了你这个后代啊 但是你就是你跟父母结合的这种DNA 他是一起写在一起的 就是有些东西他是遗传的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写在你DNA里 就算就就就等于说你是一个计算机 是不是啊 就是两台计算机共同创造一个新的程序 但是这个新的程序 他肯定有这两台计算机的这种影子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就是说虚而媚相传 就是说前者就是一些就特征 或者说一些这种思维方式或者行为方式 他可能会传承给后代啊 当然也有基因突变的这种可能 但是大部分啊 基本上都会传承就是父母的这种啊 某种就是行为作风或者说一种思维方式的可能都会传承 所以说我们人呢 就是有些东西他真的是从你出生他已经注定了 包括你DNA里面写的什么啊 他都给你写好了 有些东西你在不经意间 你就是在这个存 你就是在这个程序里面运行着啊 你会像你的父母 但是你可能没有察觉到而已 你会觉得啊 我就是个独一我二 我的思维就是我的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你其实是已经写好的一个程序 你只是在这个程序里面啊 觉得啊 我就是我啊 就就这么见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 一出生啊 这个东西都是注定的啊 命运他已经注定 就比如说你四头猪啊 你出生在了一个屠宰场里面 那你的命运是什么 那你能你能说我翻墙我逃走 你能逃吗 逃个屁啊 直接给你抓回来 你说你的命运是什么 那不是等着被屠宰吗 那当然了你如果是一头猪 你投生到一个什么 就是比如说宠物店啊 那你可能你的命运是什么 命运是一些被一些什么妇人啊 就是带走了就是养着天天吃 吃好的穿好的还穿像人一样衣服 那又不同了 所以说是有些东西从你一出生就注定了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你强求不来 也有少部分人会说啊 努力了就会那什么 又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出生就大 我我承认这一点 但是很多人就是说 你想是靠自己的这种普通人的这种 情况就是走向这种巅峰或者什么的 基本上很难 就是说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啊 你是做不成的 就是你缺少了东西啊 你这个别人能成 但是你成不了 所以说很多东西啊就是 我们前面我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可能也预超不了啊 就说很多东西啊 他都是注定好的 然后你想改变能不能 很难很难 几乎 不可能 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努力了啊 就一定会成功努力 吃着苦中苦放给人上来 这些都是骗你的 知道吧 你要记住 另一句话就是 吃着苦中苦还有更多苦 啊 对吧 你要记住这个 明白吗 努力了 不一定成功 但不努力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啊 就说这个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 要看你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那个什么 就说你明知道这个山啊 你觉得就是翻的很累了 我都快累死掉了 那何必再翻呢 你再翻了可能真的就累死掉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是翻不过去的 就像一个大山一样 我们人体的这种体力是有限的 我们就是翻不过去 你怎么办 但是有些时候是不是你已经 是不是你出生的这种地点就不同 你可能出生在山顶之下 你想翻到这种山是不是容易很多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那个什么的 对不对 这些都是有道理啊 大家听到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就是追求所谓的什么不公平 或者公平也好 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就跟你说就是不公平的 你想怎么着 你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说你接受就行了啊 就是不公平啊 你想活着就要接受 就要默默的接受啊 啥也不用说 你没有什么选择权利 你能选择权利很少啊 就是你看不惯没办法 你看不惯只能就是不在这个世界 就这么简单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 没有什么办法 而且这个世界是一种肮脏的世界 一种黑暗的世界 包括这个世界就是 其实天下啊 他们古人说的天下乌鸦一番黑 其实没有什么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可能秘义 我还是说过无数的次 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本能啊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然后这个世界也是不公平的 你明白就行 就是说啊 有些东西从你出生可能就注定了 他就是不公平 甚至我跟你说死亡他都不公平 有钱人什么那些啊 生生在一个好的家庭的话 他可能很轻松就能得到我们这些普通人 就是努力啊 一辈子 甚至十几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 对吧 他甚至还可以啊 因为他的这种身身身 身士或者说他这种地位显赫 然后他可能会得到我们很多普通人的这种特权 就是比如说他们可以就是延长他们死亡的这种时间 而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不是 那你有病了 你只能等死他 就像那些比我们更加高贵的人啊 他们可能就是有病了 没事有钱 吃药是不是 吃好的 吃最好的 啥都用最好的 是不是 吃的好喝的好 那像我们呢 是不是吃 是不是这种科技用很活 喝这种啊 不说了 都懂吧 干十二个小时两半倒 呵呵呵 那你怎么说 都懂都行 知道吧 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 公平跟你没啥关系 你就是看不惯也就是这样啊 你没有什么办法 真的没有办 所以说大家明白就行 有一些东西就是 你出生就是注定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什么公平的世界 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平啊 他只有就是稍微的公平一点啊 稍微稍微 只是说稍微一点点公平啊 然后还有就是啊 我们这个世界的话就是 并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美好 其实是非常残酷 而且就是现实的 就是说我们很多就是啊 看到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 其实他不一样的 就是他背后就是藏在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想当然了 就是要用就是这种深度的这种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当然我希望你们永远不知道 也永远不要知道这些 永远不要想这些 这样的话你们可能会活得更开心一点 会更自在一点 不至于因为知道这些 然后心里会难过会难受啊 我不希望大家这样 我希望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啊 生活幸福 然后啊大家就是平平安安的 然后啊也不要追求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那些有些东西求不来的 就只要保证就是啊自己一生啊 平平安安的自己家人无病无灾 我觉得这就是老天给你最大的幸运的 然后你还想要求什么 我觉得你也没必要求什么 你求太多也不可能实现给你满足掉 你只要说你能求到是不是家人平平安安 自己平平安安 就是平凡的度过的一生 无病无灾的 我觉得真的就非常不错了 你就已经超越很多很多人了 其他的我真的就无话可说 另一方面我就说 真的希望把人类不要就这样残杀 不要就是啊 再爆发什么战争之类的 因为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大家看看前几次世界大战 那时候科技还没有这么先进 武器威力还没有现在这么大 你想想现在如果说敢爆发 像以前那种战争 那你想想是多么可怕的画面 可能我们地球没有先走掉 我们人类我觉得应该是最先走掉的 所以说不管是为了我们人类好 或者说我们人类这种生命的延续 也是为了我们子孙后代也好 我们要想办法就是为人类命中 共同体而行动起来 要一致对外 因为我们人类就是人类 我们是自己人 对吧 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弼己 我觉得我们都是人类 我们是地球共同的家庭 不要什么有什么种族歧视也好 我想说有这种不好的想法 你就知道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地球的大家庭 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 就OK了 对吧 甚至我们在人类在未来就是有能力的时候 让我们这颗地球上面的什么生态系统也好 或者说这种生物也好 能够也是跟着我们人类啊 是幸存下来存活下来 我觉得就OK了 其他的我觉得人类就非常nice 这就是我们人类就是最大使命 好了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啊 感谢世界各个国家这种朋友 观看并喜欢小梗的这种视频啊 希望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 再见